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而还陷入了沼泽 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内部矛盾的加剧 在过去的时间里 无论是指奉两派财势国共当中 他们之间的内斗都能轻易使中国陷入混乱之中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两派之间的争斗 而是有关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在袁世凯去世后 中国就成了指奉两派的天下 同时军阀割局时代正式开始 直奉战争一共进行了两次 其中第一次直写获胜 而第二次奉写获胜 起初北洋政府发生动乱 政府实权暂时交由段齐瑞掌管 可是随着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政府实权最终被曹坤、吴佩甫等人夺走 这个局面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这一场面才得以扭转 1924年冯玉祥发动兵变 直系时代被迫宣告结束 同时段齐瑞重夺政权 成为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政权虽然回到了段齐瑞手中 但此时国内内部矛盾加剧 段齐瑞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 在这般动荡繁杂的时局下 段齐瑞就该抓紧时间清理门户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他不仅将国内工作处理的得心应手 而且还将目光放在了世界局势上 无论世界格局怎样发展变化 他都必须保证自己能第一时间知道 这是上位者必有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段齐瑞如此自律 才导致中国没有白白措施良机 百年后的我们也才能享受这种福分 那么这段时间段齐瑞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1920年美国英国日本等12个国家 在巴黎签署了一份 名为斯瓦尔巴条约的文件 而中国因为直奉战争的原因 直到1925年才派代表前去签约 虽然过程较慢 可是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自此中国变成为了斯瓦尔巴条约的协约国 不仅对斯瓦尔巴群岛具有使用权和自由出入的权利 而且在法律允许下还能从事正当的生产及科研 其实斯瓦尔巴群岛在12世纪就已经被挪威人发现了 但是直到1596年才被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之命名为斯瓦尔巴 意为寒冷了海岸 1920年斯瓦尔巴条约的签订 将整个群岛的主权化给挪威 根据条约规定 所有签字国的公民在斯瓦尔巴拥有平等的经商权 同时 该群岛维持军被废除的状态 则呈挪威保护岛上居民安全 及独具特色的自然荒野地貌 尽管挪威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 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 段祺瑞的这个决定 让他们感到十分吃惊 毕竟 当时的中国因为内部矛盾的原因 已经乱作一团 可 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能注意到这个小条约 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 对于中国而言 这却是十分正常的 不仅如此 同时 也因为这一决定的及时下发 才造福了百年后的我们 正因为北洋政府的及时签订 才是我们有机会去欣赏 斯瓦尔巴群岛如此美丽的风景 2004年 中国再次建立了北极黄河展 开展北极科考 在斯瓦尔巴群岛上 我们不仅能看到北极熊 而且 还会看见极光 这些对于人们来说 都是十分新奇而又刺激的 不过 斯瓦尔巴群岛 虽然景色优美 但是 它的生态环境却十分脆弱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带走这里的一花一草 同时 也不能丢下任何垃圾 否则将会加剧它的生态问题 因为1925年断气瑞的一个小心谨慎 使得多年之后 中国能够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北极黄河科考战 不仅能够更好地进行观察 为研究提供便利 而且还为百年后的我们造福 这简直就是天上吊剑柄的好事 其实 如果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批探险家刚好途径斯瓦尔巴群岛 并将这则消息告诉中国 中国可能也想不到 自己对斯瓦尔巴群岛 仍然具有使用权 对于这座位于北极点和挪威大陆之间的美丽小岛 如果没人通知的话 那么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将它遗忘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气候寒冷 还因为它位置偏僻 又地域辽阔 岛上略显荒凉 如若不然 只怕这座小岛早在之前 就早已经被其他国家盯上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起 就有很多的中国人陆陆续续地到达了北极之地 并且 在1993年的时候 当时任职香港科技习近会的理事理论师乘坐飞机 到达了斯瓦尔巴群岛 之后 在这里插上了一杆中国的五星红旗 此消息可谓是振奋人心 自此之后 也有很多中国人前往此地科考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在这里有一个城市 叫做朗伊尔城 它是法律规定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禁止死亡的城市 那么 有人会问 死亡谁能禁止的了 的确 虽然你可以在这里死亡 但是 临死前你必须想办法先离开这里 因为 这块土地与别处不同 地底下全是上一年的洞土层 如果将死亡的尸体埋在这些洞土层下面的话 尸体不但不会腐烂 反而 细菌也能长久是存活下去 如果此地细菌泛滥的话 那么 对这个地方来说是致命的 如果 当初段祺瑞一心全在如何处理国内事务中 而对美国 日本的一切毫不关心的话 那么 接下来就不会有北洋政府代表前去签约 斯瓦尔巴条约没签订成功 中国也就缺少了一个能够观赏风景 能够搞特研的地方 可以说 正是因为段祺瑞做的一个决定 使得中国现在对北欧这块土地 仍然具有使用权 参考资料 斯瓦尔巴条约 朗伊尔城禁止死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